学生成绩第一个我希望把它下载下来 那可能当然如果把这上面的东西print出来 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把它的成绩逐一逐一的读取之后写出来 但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这里 就是我希望在底下给我一个报表 这个报表就是说帮我把它的总分加起来 国文分数加总多少 平均多少 而且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个还好总分跟平均比较好解决 比较难的是帮我算出它最高分 而且还要算出它还要叫什么名字 这就麻烦了 想想看这边的话 那另外的话程式也不要写得太复杂 尽量就是越精简越好 也不要写一堆结果一样 但是看起来就是很难理解 然后就看得很痛苦 OK 那当然你会发现这边总 那一样国文英文数学这些都要出现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在这个地方 最高分几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这边的写法 如果我不用其他的形态 比如说我不用字典的话 不用语言语 那可能就是什么 你要跑回圈的时候 你就是要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随时比较 比较什么呢 如果最高分的就留下来 最高分就留下来 那留下来之后的话就把那个最高分就把它写出去 比如说国文最高分 你每一次跑回圈跑一次你就留下最高分 反正也许他初始就零嘛 那下一次第一次一定比他高就把它盖过去 就留下最高分的 最后留下来那个最高分 但是比较麻烦就是到底那个人是谁 所以你要怎么样 一边记录他的分数之外 还要一边去记录那个分数是谁的分数 有个Key跟Value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假如用那个串列来做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因为串列本身没有Key 没有这个到底是谁或者Key的概念 如果用Dition就比较OK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待会先想想看 怎么样把这个学生成绩输出之后呢 计算出四个东西 总分平均最高分几分 到底是谁这个讯息的话 不过特别说这边这个刘晓华 我本来输出我一直 什么都是刘晓华是错 真的看一下 成绩里面好像最高分 真的就是就真的是那个刘晓华 看起来好像对他80分最高 85分又最高 然后这边的话呢75分也是最高 如果你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无法变 不然你就改成绩吧 把刘晓华分数改低一点 看能不能跑出正确结果 不过奇怪怎么都是刘晓华 OK可能刘晓华特别认真 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 至于怎么写 请各位利用你熟悉的方法来撰写 怎么做 这里的话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 恐怕要把那个因为我们的资料 分别是总分 平均最高分 还有是谁 所以势必的话你必须把 每一栏每一栏 就拆开来看 也就是说呢 我的做法是 一个栏就给一个串列 一个栏比如说姓名放一个串列 国文放个串列 一纸类推 所以会有四个串列 那这四个串列里面的话 我就针对这四个串列呢 让它跑回圈 那当然我避开 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是栏为名争不用 栏名不需要 从第二列开始做什么呢 当我跑我就抓里面的资料 然后抓到国文 我就把国文的成绩 全部都把它 主要是应该是加总比较容易 因为在Python里面有一个上函数 你可以把它用上刮胡 里面放一个串列 他就帮你把它全部加装起来 那平均也很好算 你就是总分 除以什么呢 除以他总共的长度 他那个串列长度 平均就算完了 再取到小顺人的第二位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最高分 最高分是谁 我这边还没有最低分 最低分 最低分是谁 如果你需要一个这样的报表的话 你该怎么做 我是想想看 简单的开始 先把这个东西printed出来 printed出来我讲过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open的 然后我给一个是绝对路径 然后encoding的话 UTL8这个固定 然后用realize把它读到一个list 这个前面讲过 跑一个回圈 最后把这些东西printed出来 所以printed 我们这些先不要的话 就直接把它printed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成绩就会先跌出来 但是我希望底下能够加一个分格符号 分格线 所以我可以换行 然后分格线 分格线之后的话 也许我先不要最高分最低分 最高分是谁 我就是国文总分是多少 平均多少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可以在底下 这个地方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因为我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模拟成什么 有点像模拟成一个esail 那esail这个就b欄 这个就c欄 d欄 ok 那我如果是要把它分别 分开来的话 我的直觉是这样 我干脆就建议什么 b b的话指的是b欄 那也就是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放在 这个串列里面 也就是说用一个串列 来当成是一个欄位 B欄 c欄 d欄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直觉 比较习惯是用那个像esail这样子 那如果刚好建一个bcd 这样也好记 当然你那个串略名称 你也不一定要叫bcd 因为我是觉得要想一个名称 也颇麻烦 干脆用什么 用那个模拟esail的这种欄的名称 来 那个会比较直觉 所以放bcd 那接下来的话我做什么 就是分别把这些东西 直接跑个回圈 然后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记得就是把那个 除了第一列之外的资料 避开 然后从第二列开始的底下所有资料 的这个东西放在国文 这个放英文 这个放数学 那我的放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for i in range 特别是说你不能用for each的方式 for each会把栏位名称 把它放进去 那这边的话从第一 意思是说b开 他index从零开始 从第一就是说第一笔资料 到最后的资料 那总长度 因为index从零开始 所以总长度一定会比index多1 刚刚好 然后再来做什么 把那个资料给切割开来 读到的那一笔资料 他进来的东西 可能就类似长这样子 那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得到什么 得到index里面1的话 那 表示是国文乘积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进去 我前面讲过 就是用append 这个append非常重要 我就把资料放到b的话放国文 c的话就是放数学 数学吗 还是对 英文 然后这个的话就放数学 一个萝卜一个坑 反正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那这个资料 我们就通通把它放到bcd 这两个串列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那最后的话 我们再加一个分格符号 分格符号 然后就计算它的国文总分 那 把总分跟平均放 我刚刚讲过了 最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用format format我这边是取一个整数 那这边的话 平均取到小顺的第二位 那点format 这边的侧 用sum把它做加总 然后平均的话就是把 这个总分 除以它总共几个 然后把它丢进去 那总分的话可以看到 你按植习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 哇 这边就这边好像换行 好像少一个 所以我最后好像记得 我在这上面 也许再加一个print吧 把它让它换 再让它多换一行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阶段就完了 不过现在还少那个 最高分是谁 那怎么做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第一阶段 那再来看第二阶段 最高分是谁 男的地方我觉得是最高分 因为有时候做报表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最高 把它留下来 那做的方法 我原本想大概有两个方法 最少一定有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你一边跑回圈 一边看国文最高分是谁 留下来 最高分是谁留下来 但是呢 最高分之道之外 你还要知道说 他是谁 你要把那个人也找出来 这个地方是比较困难的